北京国庄买一班生理四年 为了要研修学生的书法和生格 每学期最后都会安排学生 自己的书法名和来生春联 并且又赞好附近社区的民众 不用学生和无社区的精神 今年除了夏春联以外 学生也先做自己的新年新完美 也借过自己的学业进步 和大家的心里快乐 为了要提倡书法技术 北京国庄美術班旅 特别安排书法家前来上校 这次基盘学生和书法家生春联的外动 希望严修并试的学习成果 除了可以提供我们学生书法表现的舞台 激励他们持续对于书法的爱好 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 沉沦内恋的这种性格 外动当中学生利用上口所欧的书法 来书下春联以外 也书下新年的冠冒 有让书下新年共悉 代谢代理 也有希望新冠越来越冠 多练书法的话 可能会让自己的字变漂亮一点 我觉得学书法 就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沉稳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因为学书法要很专心 然后才能把字写得很漂亮很好看 那春联每年在新春过节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文化传统上面 老一辈以来 大家为了喜气 为了讨得吉利 所以都会家家户户贴春联 因为科技的进步 学生所用地肥手机 电脑来打字 让写字的机会大大来减少 学校希望透过俗法库的学习 增加学生写字的机会 承扬国锤 平常都用手机 所以很少在写字 所以在写字上面就会有障碍 所以在写字上面就会有障碍 长期以来对于书法的一个推广跟重视 也都有我们自己教学的传统 所以都会聘请我们书法的名家 来给同学们指导 不管是现在在课内 或是像我们有一些特殊活动 他们也都会力领到现场 浩峰表示 这次华东所习的春联 终分散到附近的社区 希望祝好大家新年快乐 北大国中祝大家新春与快乐 记者欢迎昆昆茶红报导